那那個人呢 他是 他到底是怎麼讓金娃嚇蛋的 還有他 他利用 力大無窮的雙手 將他們的 彈往 從肚子裡拉出來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金娃要爆炸了 需要力大無窮吧 蛋會不會從嘴巴噴出來啊 他還是有 看他的力道的 他的兄弟姊妹呢 也都是非常的力大無窮 幫忙做這一檔的 家族事業喔 家族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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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代相傳 代代相傳 那我可以打對嗎 不是兄弟姊妹 是一個老人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換你了 還好 那其實 傑克要抽 好 其實那個老人是 這家 的店長 那 等一下 等一下 他非常過分喔 然後 他 有個女兒 就是不能接受這種 慘無刮到的喜悅 所以 然後他就 他就 跟那個老人說 我不想做這種事 他老人說 不可以 你要是不做 你就跟我去背給我臉 那女兒 那女兒聽了一天 天啊 太慘 人道了 所以呢 他就 離開了 那個老人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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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他們那間 小屋 離開了 等一下 青蛙撒旦店嗎 從青蛙撒旦店 離開了 那個名字叫青蛙撒旦店的小屋 然後 他走著走著走著 因為 他已經住在 這個地方很久了 那 他現在要離開 也不知道自己該去哪裡 現在走著走著走著 他突然看到 欸 這個 怎麼突然有一個 從來沒見過的JT 是要 喔 不好意思 這樣 通往哪裡 他很好奇 反正自己也已經逃了 也沒有地方可以去 也沒有地方可以去 那不如他就 走 走看看好了 可是他就走走走走 走了 749天 沒有那麼久了 太久了 他就走著走著走著 突然發現 旁邊的東西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他想說奇怪 這裡是哪裡 結果發現原來 不是旁邊的東西大 而是自己 變微笑了 自己變大了 然後 然後他就 然後他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難道我來到了 愛麗絲夢遊仙境 結果 走著走著走著 他就看到了愛麗絲 好 然後 然後那時候 那個愛麗絲 他 他 正在找 拿著懷錶的兔子 有人要打斷我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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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這些東西沒有辦法打斷啊 對對對 沒有愛麗絲啊 兔子 然後 然後他就去跟愛麗絲打話 然後就說 就說那個 你是愛麗絲嗎 他就說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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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女生就說 我當然知道 我最喜歡看你的故事了 那 我就是到故事裡面來了嗎 然後那個愛麗絲就說 就說 我不知道你是誰 可是 我現在 正在尋找一樣寶物 那樣寶物 因為其實 我不是 來 我來找那個兔子 是因為 他身上有一件寶物 可以讓我 回到原本的世界 所以 所以 他們兩個就 一起 一起 開始 結伴 然後走著走著走著 等一下 我想說 哈哈 可以看 把什麼國王往後都搬出來 哈哈 哈哈 你看到一個城鎮有國王王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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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他們開始律經了好一段時間 發現彼此都有了點情感 但他們總共沒有找到 不是 等一下啦 那好朋友 他們成為了好朋友 然後很好的朋友 然後可是他們還是沒有找到那個寶物 而且好像也不是 已經不是在愛麗絲夢遊璇境裡面的故事裡了 他們好像走著走著 已經走出了那個故事 來到了另一個 另一個他們所不知道的世界 可是 愛麗絲她現在也已經回不去了 因為他們不管再怎麼走 都無法再走回那個什麼 愛麗絲的森林 可是那個女孩 有說森林嗎 哇妳好有 妳有勇氣打出來 我又想了喔 你們太想了 我跟你講 走不出愛麗絲森林喔 還是什麼 傑克 如果妳這樣玩 無明耀打斷我 我就直接結局了 現在是他們走不回去 他們走出了森林 就走不出那個森林這樣 走不出那個森林 那是在愛麗絲之前啊 她是從城鎮 就是從城鎮裡面看到一個結局 走上去以後 發現東西變大了 發現自己變小了 結果看到愛麗絲 然後兩個人結伴而行 走著走著走出了愛麗絲的故事 從森林走出來以後 所以他們現在體型來說 應該是小的 還是小的 所以愛麗絲本身也是小的 對耶都是小的 哇加油 哈哈哈哈 他們 他們也因為就是已經回不去原本的地方了嘛 他們就繼續走著走著 那走到最後呢就 看到了一堵的高牆 那 因為他們的身形夠小 所以可以從那個 就是水泥之間走進去城鎮裡面 嗯哼 那 走到城鎮裡面之後呢 就是會看到城鎮裡面繁榮的樣子 那繁 裡面 就是 繁榮 呃 必有繁榮 但也是一定會有就是 比較貧困的人 那 在 愛麗絲跟 那位是誰 跟女孩 他沒有名字 跟女孩 你要不要給他起個名字啊 有 像是什麼 普世達將二世 呵呵呵 普世達將 跳跳彈二世 捷克二世 青蛙大象 青蛙下蛋的女兒 三四 呵呵呵呵 怕好不好 青蛙下蛋二世 那就叫她呱呱好了 哈哈哈哈 那 愛麗絲跟呱呱呢 就是 遇到了 就是 城鎮 城鎮裡面的 乞丐 那 又是乞丐 可以 好 乞丐 乞丐很忙耶 乞丐 乞丐就是 通 會在那邊 乞討就是 要 其他人去捐助他們 那 就 愛麗絲跟 跟 乞丐 走進了就是 乞丐的碗裡面 哦 對 很小 對對 變很小 走進了 乞丐碗裡面 就希望 乞丐可以看見他們 嗯 那 乞丐通常就是 已經跪在 就是 就是 跪著 然後在乞丐 然後就是 覺得累了 就是 呃 把 身子 撐起來 然後就 看了一下碗裡面 發現了就是 裡面有 兩個 很像人形的 這 這很像人形 會動 會動 會說話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身形比較小 然後 哎呀 呃 然後 乞丐就開始 對他們詢問說 為什麼 就是 你們會變成 這麼小 然後 呃 乾 好難拍哦 重點是還要擺到自己的結局 真的是 對對對 然後 然後 呃 瓜瓜就 開始 訴說就是 他是從 那個 青蛙下蛋 裝賣電 因為 不想要做這一行 而 逃跑了出來 那 呃 淘寶出來之後 他就遇到那個 隱形 就是 呃 通往 不知道是 哪個地 就是 艾麗絲夢幽仙境的 天梯 又回去了 又回來了 繞一圈了 那 就是 他 去說了這些事情之後 那 乞丐呢 不知道為什麼 他也知道青蛙下蛋 裝賣電的這件事情 哈哈 哇 天哪 他就聰明哦 但是呢 呃 因為 呃 這這件 呃 就乞丐他就跟 艾麗絲說就是 他其實知道 這間裝賣電 那 之前他也有養青蛙 不過那 不過那一隻青 不過那一隻青蛙好像 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是為了找什麼東西去的 然後就突然不見了 但是 那隻青蛙呢 在最後了 在最後 因為原本是這隻 這個 乞丐養那一隻青蛙的 然後 在最後 就 留了一顆 金色的 蛋 金色的 蛋 當作 當作給 乞丐的禮物 然後 那一隻青蛙就 出去尋找他 要尋找的東西了 哈哈哈哈 這一顆 這一顆 金 金蛋呢 就覺得好像 跟那個 他就覺得好像跟 艾麗絲還有瓜瓜 蠻有緣的 那就 他就把這一個金蛋 交付 交付給了 就是他們兩位 哇 好帥喔 把蛋烤來吃 把蛋烤來吃 然後 這一個金蛋 其實就是 重量也沒有說到很重 但是就是 好像會 搖搖晃晃的 然後 就最後是 艾麗絲跟瓜瓜 把這一個蛋 就是搬 搬走了 那 在走著走在 城鎮走著走的 之中啊 就是 遇到 就是有一 有一間 充滿 呃 藥水味的 一個店 啊哈 那 就覺得好像這裡 是不是有在做一些 不太 人道的事情 也不知道 有時候不是不人道 哇 又不人道了 那走進去呢 遇到了一個 巫婆 那 就是 長相差不多跟minecraft一樣 那個鼻子上有痘痘 然後 看起來 挺老的一個老奶奶 長得上鋪面 那他的 他的 衣服呢 是穿著 很 這 OK啊 呃 咪咪 太字嗎 呃 他的衣服呢 穿著 艾迪達 艾迪達 他的衣服呢 穿得非常的現代 啊 感覺好像是那個 是從 時空 時空 時空穿越著 他就來到這一個時代 那他 他是為了想要尋找就是可以回到 原本時代的 就是可以把時間變慢的 藥水 對對對 啊 蛤 那 他們就剛好看到 就想說 欸 門口 為什麼有一個蛋會走路 蛤 蛤 蛤 沒有 因為 就是因為 艾麗絲跟 艾麗絲跟光光太瞄小 所以就 因為他們班著嘛 所以會覺得好像是一個 金蛋在走路 是是是 然後 他們就 他就蹲下來看 喔原來是 有兩個 就是 小人類 就是在搬著他 然後他們就把 呃 那個 時空旅行者呢 他們就 他 他就把 艾麗絲跟呱呱 關 關 關進了一個 一個 一個 小 呃 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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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拿著這個 他就把那個蛋拿走了 他就去研究了這個蛋 就是 你們是含有什麼東西 我快翻不出來了 你可以把國王都打盾 你的東西真的沒辦法打盾 我剛剛很努力的在看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說 然後他就說皇后國王 全部都可以翻出來 不行他現在這個故事 沒有辦法按插 那你去給他送飯啊 那你去給他送飯啊 這一個蛋呢 因為 呃 等一下喔 這個時間旅行者呢 時空旅行者 那就拿這個金蛋去 看了一下它是還有什麼 他突然就覺得 嗯 這個蛋怎麼 裡面 就是 因為它是 裡面是有點液體的 然後 裡面還有一隻 就是 就是他用一些 不知道 他怎麼檢驗出來的 裡面就有一個 軟 那那個軟呢 其實他有心跳的 唉唷 打賣是不是 那個時空女行者有打賣 他其實是中醫啊 那他覺得這個金蛋非常的神奇 那他就拿去給 呃 當地城堡的國王皇后 喔 想要去把這個蛋去獻上去 等一下等一下 城堡是不是 他帶到了王宮 是 是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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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這麼乾淨 你也太爽了吧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不想要 好 我想想 所以 呱呱跟艾莉絲被關著 然後 時空旅行者走到了王宮 他要拿那個金蛋給他們 他拿金蛋走到王宮 嗯 然後呢 那個時空旅行者會走到王宮的原因 是因為呢 他聽說 就是這個國家 有一個非常大的圖書館 一個國家的圖書館 他在想說 會不會在他這個圖書館裡面 會有一些書本 裡面會有一些 他可以穿越的一些知識 嗯 然後就想說 啊那我就拿這個金蛋 也許 如果 國王跟皇后很喜歡這個的話 哈哈哈 也許我就可以把這個當成一個 呃 酬勞讓我可以